大家好,歡迎來到粵語娛樂,今天就來跟大家講講 現年45歲的前港姐冠軍楊思琦 這位曾經的港姐之花,近年來在內地發展事業 雖然她的工作不算太多,但是她將大部分時間投放在經營自己的短視頻平台 這種轉變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過往,楊思琦經常在網上分享過一對子女的成長點滴 不過最近,她就曬出了一張女兒楊卓詠和兒子的合照 在這張照片裡面,兩子弟身穿迷彩服,展示暴粗 但是,網友的關注點卻落在了楊卓詠的外貌上面 大家都知道,楊思琦自己本身就是高顏值 但是在照片中,大女兒的樣貌和媽媽相比就顯得略為信息 不少網友都開始揣測,大女兒的爸爸樣貌可能都不是太出色 而楊思琦當年在美國獨自生下大女兒之後,就一直獨自撫養 至今都沒有公開孩子爸爸是哪位 網友的猜測也就此前開 隨著女兒日漸長大,大家越來越覺得 她的樣貌和楊思琦其中一任前男友有幾分相似 至於身邊的小兒子,網友們就更多是讚她長得可愛 並且指出,從弟弟的外貌可以猜到爸爸一定是一位歲氣哥哥 提到楊思琦,她可謂是香港的一位搞搞者 她在香港出生,從小就住在出名的窮人優深水步大行西身 雖然家裡生活艱苦,但楊思琦卻從未放棄 2001年,23歲的楊思琦參加了當年的香港小姐選拔 初選時,她並不被人看好 因為她畢業於中國香港教育學院 學歷不是特別高,而且還是出生於貧民窟 但是,隨著比賽的進行 大家終於見到了擁有倫家姐姐般笑容的楊思琦 她的人氣逐漸攀升 最後,她不僅獲得了冠軍,還包攬了六個獎項 創造了獲獎最多的港姐紀錄 到港姐冠軍後,楊思琦就獲得 左屋邨港姐的稱號,布便不一 不過,楊思琦本人倒是處之泰然,總是面帶笑容 冠軍拿到手後,她又參加了國際華約小姐 比賽完畢之後順利簽入無線 作為一個話題到十足的港姐冠軍 她填補了TVB五小花的空缺 剛簽進無線不久後,楊思琦就開始出演電視劇 2004年,深演了不夠一年演戲的楊思琦就和蛇絲抹 郭善妮一起主演了《無名天使3D》 並獲得了萬千聖輝飛躍進步女藝人獎 當時,她在劇中的戲份最豐富,出席活動大的珠寶也是最貴重 顯而易現,TVB的力捧使她的聲徒越走越順 楊思琦之後深演了不少角色,包括千方百計,2007年的特惠行動等 如果楊思琦繼續以這種勢頭發展下去,相信她絕對不會接不到工作 但是,她卻選擇了和被自己地位低的男人談戀愛 時間回到2003年,當時剛開始拍戲的楊思琦在《拍攝血戰軒緣》時,不慎重馬上跌落受傷 和劇組的男演員李詠濠把她背起來送往醫院 住院期間,李詠濠的細心照顧打動了楊思琦的心 李詠濠,這位黃金綠葉李嘉鼎的兒子,小小就跟著爸爸拍戲,但始終都是跑龍套 和楊思琦的聲光輝煌比起來,就顯得有些暗疊 楊思琦和李詠濠的愛情故事,真是一波三折,初頭楊思琦甚至搬了去住里格 和他們一家人生活在一起,還要事後公婆,日子不是那麼好過 她為了支撐家庭開銷,參加了很多活動,但很多時候都是被動,只能夠強顏歡笑 TVB曾經希望楊思琦可以專注於事業,建議她和李詠濠分手或者保持低調 但是她堅決拒絕,結果被TVB暫時冷處理,只能去內地參加《舞動奇蹟》和張傑合作 即使偶爾反香港參加陳志雲的節目,都會被取笑說她是雪藏時間最長的藝人 對楊思琦來說,愛情似乎是置身事外的事 2011年,楊思琦和李詠濠九年的愛情長跑突然結束,楊思琦單方面宣布分手 那時她已經懷有兩個月的新人,而且孩子的爸爸不是李詠濠 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令李嘉和楊思琦的關係破裂 李嘉頂甚至責被楊思琦忘恩負義 李詠濠的哥哥李詠漢都對她的行為提出批評 講到李詠濠,她對這個突然的變故只能表示震驚 她本來計劃和楊思琦走入婚姻的殿堂,但現在只能接受現實 至於她的哥哥李詠漢就是另一番景象 她自稱可以看到前世,堅持說自己和阿嬌是前世夫妻 甚至在阿嬌屋下等了她十幾個小時,希望可以續前緣 這種行為在外人眼中,無疑是對阿嬌的騷擾 反到李詠濠和楊思琦的故事,楊思琦指控南方沉迷於賽車 對婚姻的態度都相當消極 兩人的感情因此產生了裂痕,最後在4月份分手 楊思琦隨即搬出來住,6月正式宣布分手 但李嘉對此表示反駁,說楊思琦在5月份還為李詠濠慶祝生日 而香港媒體就迅速說出了楊思琦孩子的生父真相 她是一位富商前跳水運動員吳瑞 這段錯綜複雜的感情糾纏,就好是一出精彩絕倫的香港愛情大戲 令人唏噓不宜 楊思琦這次表示,其實她當時是想李詠濠死心 所以先說自己有了 不過,幾個月過了,她肚子愈來愈大 好是證實了之前的傳言先出軌後先有了 這個情況下,她沒辦法,只好去了美國安胎 但這個吳瑞又不是個靠得住的人,很快就有黑料爆出來 她之前做運動員時,經常向隊友借錢 退役之後,開補習班還向學生家獎借,甚至上了法庭 而且吳瑞在內地有未婚妻,當時對楊思琦說要時間處理 結果處理到哪去了就不知 最後,楊思琦清醒過來,選擇了和她分手 獨自生了個女兒,還跟自己性 她之後就回頭求諾爾玲幫手 諾易玲甚至親自去機場接她,真是很大場面 但是,時間不等人,當年的小花已經聲明大躁 楊思琦只能做六頁 2014年,她和無線的合約結束,就去了內地發展 為了養孩子,什麼工作都做,甚至推銷啤酒 媒體之前報導她和吳瑞對友如月關係很近 但最終都無疾而終 楊思琦生日那晚,仲家恩約了劇組同事 去離酒店五分鐘的Color OK唱歌 凌晨一點多,她們出去打的 沒想到遇到二十多個男人,對她們哭別跑 兩個人第一反應自然是土 結果跑進了死胡堂 行好地上有個洞 鍾家恩叫楊思琦跳下去,她自己躺下來蓋著洞口 她們聽到腳步聲和手電同光 後來助理趕到叫她們,她們才敢出來 楊思琦說,她們是過命的交情 因為被無線封口,只能十年後才說出來 鍾家恩就越沒有被封口,覺得沒有什麼大不了 後來她說可能是對方搞錯,想找店家報仇 2019年,楊思琦宣布自己再次有了 之前就有網友偶遇她錄節目,土仔已經突出來 楊思琦在社交媒體回應,月她和圈外老公結婚了 香港媒體就緊張起來,找這位圈外老公 不久,大家留意到和楊思琦傳過緋聞的富豪 2015年,有轉楊思琦得到高富豪的關照,送車送樓 但楊思琦自己否認了,說老公是朋友介紹的 懷孕檢查時,她一直都是自己去,老公從未出現過 之後小朋友出生,都跟了母親成 孩子接送都是她自己或者父母組 2021年出車禍時,她老公都沒有去醫院看望她 然後就有傳言,說她老公可能是她自己憶想出來的 或者可能不是正式夫妻,所以不方便公開 為了轉移注意力,她剛生完就參加了個節目 講出TVB高層對她的不利 當時她未婚先人,還和李永豪家有牽扯 TVB當然要小心考慮 節目裡,她沒有透露老公是誰 之後甚至有傳聞說她老公是虛構人物 楊思琦一人認識多個篇故事 之前有轉楊思琦第三次有了,但她自己否認了 到現在,這位神秘老公仍然未有露面 大家對此有什麼看法,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今天的節目就到謝女,下期再見